美食 凌晨 美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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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来吃他们的经典的 这个制作的过程就好像广东的鸡蛋仔 我们吃了巧克力的 巧克力 谢谢 谢谢 你吃了吗 好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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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是加了巧克力的一个酱心的巧克力 然后它里面是放了一条一条的 我尝一下它什么味道吧 哇 比利时的巧克力真的是名不稀传 里面的巧克力的味道是非常容易 整个饼呢酥酥脆脆的 它的甜比较重 所以它可能会相对比较甜 但是它是真的很香 喜欢巧克力的我还是建议大家里面加巧克力 好吃好吃 原味的也很好吃 因为它像一个松饼一样 软软糯糯 看它里面 就是 松松软软的 就是吃起来的话 就有一种外酥里嫩 外酥里嫩 外酥里 外酥里糯 的那种口感 所以它这个呢就不是很甜 但巧克力那个就会比较甜 如果不太那么甜的 可以选择原味 好呢 whatsoever 没什么呢 就麻烦了 对 我又去吃炸啦 我喜欢这种 这个也有 好大 我现在闻到起司的香味了 今天是晚圣节 你就好happy一下吧 还有中国的面啦 是面粉 面粉 想吃吗 还是晚上再过来 晚上这里有什么华尔蒂吗 还有鞋 这是啤酒啊 可以点很多 好 这是有个Hat Loading的 小小的 最好的一个party 我吃吗 还是米菜 晚上再过来 晚上吧 好 哪个 我会是没有问题 我可以吃 好 你出了 我可以吃 好了 我必须有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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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有 我们要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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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